我告訴你們,你們當中有很多人 從小時候開始就是 屁正 你不要不承認啊 男生最喜歡扮超人 或者大俠 就是黃飛鴻那些 喜歡在家裡好像發瘋的飛來飛去 其實就是在家裡把沙發 彈來彈去 所以經常因為踩破家裡 把沙發給媽媽打 而女生 你們是否經常拿著家裡的毛公仔 當成是自己的BB 又抱又吃又餵奶奶 又是否經常拿著家裡的皮單 蚊醬 固著自己 然後扮娘娘扮公主 平身 這些小朋友長大了 內心氣特別多 比如說坐巴士 不小心讓她坐窗口位 然後就開始加氣 阿姨你沒事吧? 終點站了 神經病 人家妹妹來的 內心氣多的人 除了會放大自己的內心情緒之外 在無中生有的方面 都是有非常之高的草藝 嗨,茂莉 其實我一直都很喜歡你 你都不明白我 你這個大笨蛋 好嗎? 老公,我懷孕了 那我們BB叫什麼名字好? 有時候內心氣太多 不單會加在自己身上 還會加在別人身上 但如果你硬是要說出來的話 你幫自己加氣就無所謂 你加在別人身上 別人未必受 所以內心氣就留在內心上 自嗨 平時做好自己 別搞其他人 你會說出來 相信經常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都會覺得 我是一個很有鹹養 並且經常看書的人 但事實是 沒錯,你們說得沒錯 但除了看書 我平時都喜歡玩一下 我公眾號裡面的那個 龍城八業 是兄弟的,跟我一起玩 Out!